印尼苏拉威西道 15日凌晨发生规模6.2的极潜层强症 包括一家医院在内 有数十栋房屋倒塌 许多民众受困瓦砾堆中 造成多人伤亡 印尼气象局警告 可能还会发生强烈余症 若余症规模较大 空引发海啸 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28分 镇央在马洁内东北方6公里处 镇远仅10公里深 当局兵会发布海啸情报 不过剧烈摇晃持续约7秒钟 至少引发三期土石流 当地电力通讯不实中断 资讯仍然混乱 预计死伤人数会继续增加 说在地区估计已有1.6万人 被紧急撤离 暗示在10个临时避难所 为中心 资讯练报导